你們在想要看叔叔演攪頭這樣啦 攪頭系列電影作品 在過去成功受到關注 去年電影集版正式開始拍攝 集結前三部電影卡斯 由蔡震南 高杰 王士賢 鄭仁碩 孫鵬等人主演 開影集有不少黑道兄弟 打鬥 叫囂 追逐場面 拍攝現場相當大陣仗 而去年鳳梨叔叔曾在直播詢問網友 如果自己演攪頭 粉絲是否會想要看 如果叔叔演攪頭啦 攪頭啦 你們在想要看叔叔演攪頭這樣啦 我是說如果而已喔 我現在說的是如果 如果 你能聽嗎 如果 如果叔叔 來個角頭 怎麼想要看 你們怎麼想要去看 沒想到日前叔叔在IG驚喜PO出拍攝現場畫面 解下零時接到電話 叫我一早六七點要起床 說要拍攪頭 不是我啊 剛才晚上人幫你啊 哈哈哈哈 那是什麼 看死者嗎 感激 感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過一陣子啦 我要跟你們聊一下 聊一個問題 我今天去台北 我今天去台北 對阿 有踏起到啦 如果啦 我說的是如果啦 如果 如果叔叔 演 打頭啦 角頭啦 你們在想要看叔叔 演角頭這樣啦 我是說如果而已喔 我現在說的是如果 如果 你要聽嗎 如果 我 如果 叔叔 演角頭 自己想要看 你們自己想要去看 如果有一天 我們再見面 文道 什麼叫文道 想看就想看 不想看就不想看 有必要說話這樣嗎 酸民 有必要說文道嗎 哈 叔叔 叔叔 演角頭 咧 說著我在跟你學會講 叔叔 叔叔今天特別去台北 特別是台北 見面 討論一下 看叔叔 下去演 演的話 他不會適合 拍角頭的老闆 我們今天見面 他問叔叔說 鳳梨 你會不會有興趣 我們這個角頭系列 從角頭開始 角頭這樣 不錯 感覺 大家的回想 蠻熱烈的 共鳴 蠻那個的 蠻大的 有這個機會 你會不會有興趣 大家一起 一起來玩一下 一起那個 一起來那個 演一下這樣 叔叔 沉思了 一下 沉思了一會 叔叔直接 跟那個 跟那個老闆說 很感謝你找我演 齁 但是 至於演角頭 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我應該 不需要演 我不用演 我大概就是 正常發揮這樣 應該 應該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演 懂我的意思嗎 連文身都已經文好了 根本不用文身貼 沒錯 沒錯 要裝髮還是要幹嘛的時候 我都不用文啦 不用再文了啦 大家想要拍戲可以找叔叔 拜託 我想跟他對戲 我剛剛在忙 啊突然我那個 我的經紀人 一直傳LINE 被動就在會 XXX 到11啦 一直在那邊 媽媽 柯震東找你 宋雲環 不知道這個公司 等一下我還沒跟下面的認識 我的我的左下角是 他是何浩辰 也是一位演員 你好 浩辰你好 男生的話是柯震東 女生的話是 宋雲華 就是剛剛 你經紀人說Cue你要來的 我還跟你說 是抱歉 原來你是柯震東 對不起 對不起喔 為什麼 叔叔不要這樣說 為什麼 叔叔為什麼 為什麼要跟我道歉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柯震東喔 你伯沒有在看電視喔 對不起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你幹嘛跟我道歉 叔叔是屬於那種啦 生意人啦 我知道我是 Business那種 Business 丟丟丟 叔叔是想知道 你平常在隔離的時候 都做些什麼事 因為我們剛有聊到這個話題 他叫外賣 然後外賣沒有通知他 對 喔我沒有 有在看新聞 外送夥伴有可能 將你的餐點放置於門口 一個少年吹 公司的門口打開 公司的門口打開 叫年輕人坐電梯下去 放在那裡 放到那裡是要放到馬仔 準備要等了啦 馬仔要拜年一支 他不會講 他就丟下去 丟到他 處理 我很想處理 到現在找不到那個外賣員 好紅欸 你的臉在潮紅欸 對啊 你看到我們都沒有這樣 叔叔他看到你很緊張 背力怎麼那麼猛啊 他知道你要出現 他本來想要去妝髮欸 所以還化個妝 我最近才在研究喜劇 我真的覺得你的喜劇節奏真的是很厲害欸 乙劇 我一直 我一直認為我是走那個了欸 偶像的路線欸 喔 你是啊 你失言喔 我說他是啊 他說偶像欸 我前面都講了 喔 好多人在看喔 結果我經紀人 經紀人幫我申請那個什麼粉絲團 什麼藍勾勾 什麼用出來 什麼變成劇演員 跟我自己想的不一樣咧 這個很煩咧 你說 你們白氣一下 到現在我不知道怎麼改回來 變喜劇演員欸 那喜劇演員真的是演員裡面最厲害的 還有那個海外的粉絲 海外的粉絲來IG問我咧 叔叔你好喔 我是你的粉絲喔 啊我看你是喜劇演員 請問哪裡可以找到你的作品 正面一下 有點帥 怎麼辦 蠻有才華喔 我真的推薦大家想要拍戲可以找叔叔 拜託 我想跟他對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